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微信公众号有灰机写10月7日发文 诺贝尔物理奖得主4月揭晓后 南京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个赢家 南大发文强调 其中一位得主吉林哲 是他们在2016年聘的名誉销售 曾代表奥地利科学院与南大签署合作备忘录 在量子物理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 同济大学也不甘示弱 诺贝尔化学奖得主5日出路后 果素宣布自己成为第二名赢家 因为化学奖其中一名得主夏普里斯 是他们的名誉教授 西安交通大学则成为第三名赢家 因为物理奖得主吉林哲 也是他们的名誉教授 位于河北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则成为第四个赢家 因为物理奖得主吉林哲 还是受聘中国科大的爱因斯坦奖系教授 河北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微信公众号河北发布6日发文宣传 有会机写称 以上四个赢家都不如最后一个赢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安妮 爱诺被称为他们出版社作家 据中新网报道 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安妮 爱诺的长篇小说悠悠岁月 并将该书评为2009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 人民文学出版社微信公众号6日晚间发表题为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 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获奖 文章迄今阅读两破十万 并收到很多网友的恭喜 连翻译者都被恭喜上了 还有网友形容人民文学出版社赢麻了 但也有网友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获奖的标题表达不以为然 出版社小编则回称 下次一定一定更谨慎 下面我们就来看同济大学发布的公众号文章 题目叫《同济大学名誉教授在婚诺贝尔化学奖》发布于10月5日文章写道 北京时间10月5日 魏养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2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美国化学家卡罗林·贝尔托西 单外化学家摩顿·雷尔达尔和美国化学家卡尔巴里·夏普莱斯 以表彰他们在发展点击化学和事物证教化学方面的贡献 其中再次摘得诺贝尔化学奖贵官的夏普莱斯教授 为同济大学名誉教授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当日发表的新闻公报中说 获奖者们的研究成果在全球范围内被用于探索细胞和跟踪生物过程 研究人员通过使用生物症胶反应提升了癌症药物的靶向性 夏普莱斯教授1941年出生于美国 现就职于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 曾因在手性催化氧化反应方面的开创性贡献 与另两名科学家分享了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 2017年夏普莱斯教授应邀访问同济大学 做客同济大学第五十一期大事讲坛 为相关学科近五百位师生 做了题为刘福交换点击化学的学术讲座 并欣然接受聘书 受聘为同济大学名誉教授 曾在斯克利普斯研究所工作 并与夏普莱斯教授 有过交往的同济大学化学科学 与工程学院张扬慧教授介绍 点击化学是夏普莱斯教授 在2001年提出的一个合成概念 点击化学的主旨是通过小单元的拼接 快速可靠的合成各类分子 它主要通过发展高效 高选择性 可在温和条件下进行了原子经济性反应 快速的合成大量分子 点击化学的概念对化学合成 有很大的贡献 在生物药物开发和功能材料等诸多领域中 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并极大地促进了这些领域的发展 夏普莱斯教授非常和蔼 平易近人 是非常纯粹的科学家 对化学非常痴迷 尽管现在80多岁了 还是全身心投入到化学研究中 张扬慧教授说 夏普莱斯教授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 几乎每年都来中国开展学术合作与交流 他非常关注中国青年科学家的发展 希望他们勇闯科学无人区 做出开创性的科研成果 下面我们来分享这篇被墙内和谐的文章 题目叫 这一次的诺奖 我们诞生了五名赢家 发布于10月6日文章写道 哎呀 没想到这次因为诺奖 我们居然也有赢家 而且一出现就是五名赢家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让我忍不住想写出来 让大家笑一下 第一个赢家是现代快报宣布报 赢家就是南京大学 这次诺奖的物理学奖得主 就是他们学校的名誉教授 同济大学也不甘示弱 火速宣布自己成为第二个赢家 诺奖的化学奖得主 也是他们的名誉教授 西安交大则成为第三个赢家 物理奖得主还是他们的名誉教授 位于河北的科大则成为第四个赢家 当然 以上四个赢家都不如最后一个赢家 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是真正的大赢家 文学奖得主被称为他们出版社作家 于是出版社方面收到了很多网友的恭喜 四面八方的网友都在发来贺信 连翻译者都被恭喜上了 显然在这一波赢家中 人民文学出版社收获了最多的恭喜 甚至被评价为赢马了 祝贺声中还有网友在拉关系了 说吴跃天是自己的施工了 面对这么多的祝贺与恭喜 出版社方面表示下次一定低调 看着这样的热闹场景我觉得很有意思 忍不住笑出来 于是决定写出来 让更多的朋友能在国庆长假最后一天也乐一下 如果朋友们笑出了猪叫声 请点个赞和订阅吧 下面我们来看网友的看法和评论 有网友留言 就像是一远房亲戚做了官 如果你到处大声说是会被人耻笑的 私下说比较合适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哈哈哈哈 哈哈真幽默笑到我喷饭 还有网友说 建议向有希望获得未来诺奖的世界所有科学家 二隆与中国公民证书 这样就能保证将来每年诺奖都有中国人 有网友留言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哈哈哈哈 下一次中国人自豪地说 这些获奖者与他们一样都是地球上的 还有网友说 怎么讲话的呢 在同济大学 西安交大 和肥科技大学 南京大学的培养下 今年竟然得了四门诺贝尔奖 更在文学出版社的资助下的作者 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厉害了我的国 这样的新闻报道才得正能量 有网友留言 错 应该是六个蹭热度 陆下的一位是潘建伟 说某某是他导师 另一位网友评论道 那么今年教育部是不是可以统计 我国六所985教授获得获奖 赢六次 还有网友说 别老给你脸上贴金 多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有网友留言 自卑到如此地步了 关于这个我们就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请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再见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